晚会委员直接跳题嘛 因为你说这题实在太有感了 从我们今天的这个线上民调 目前投票的这种状况来看 大家都非常有感觉 那你说这个地方妈妈 第一时间看了很干 这样子觉得说非常心疼 的确因为这几天我刚刚讲了嘛 像今天来讲这个温度可能又更高 那有几个地方 甚至体感温度都破了40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骂半天 包括帅将军 帅将军直接说 国军说什么耐热训练 他说这是很勉强挤出来的一句话 没什么意义 干脆取消算了 反正只是为了去讲话 委员 我觉得我刚刚前面有什么讲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 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 朝廉我记得好像是在内 里面大厅的地方 那大家也知道这个全球暖化之后 最近这个温度已经高到 就是让大家 我们即便现在坐在这边有这个 气吹其实还是微微的闷着 其实整个这个是很烧的 但是呢 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操练 把它换到这个室外来做 我觉得其实 我自己也是妈妈你知道 就觉得说 看来那是怎么办 虽然大家会说 那可能要精进我们的这个兵力 什么 大家最近不知道 这个国防部的教招的这个密度是提高的 我身边很多年轻二十几岁的孩子 耐热训练 对啊 耐热训练 你能接受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重点是 现在如果真的 有人在外面测体感 39.4度 我是觉得说 还是要这样 我们总统也是他三军统帅嘛 要的话就大家一起耐热训练 对 真的啊 就是不要说别人小孩死不了了 我是觉得说 这个训练当然 合理的是合理 如果是这样大家觉得合理吗 如果中暑之后该要怎么处理 我先跟他讲 不要说别人 大家知道最近这种户外的工作 你要找工都非常困难 在我们地方是这样子的 而且大家都注意到 他们有没有脱水的问题 每天工作的时间都要避开正中午 那个11点到2点 那个最热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军力 把它培养起来 绝对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展示 回来讲 刚刚前面提到 像那个 这个川普的这个枪击事件过后 我觉得 为什么拜登在第一时间 就出来也是喊团结 然后川普也在喊团结 大家从刚刚的这个 民调数字可以看出来 大家还是会担心 这种极端暴力的事件会慢慢 如果不小心一直上升 其实对于国内的整体动荡来说 我觉得还是民众会最担心的事情 回来看我们的这个台湾 从赖清德上任到现在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昨天 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还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 它的机构效益上 还很明显的 民进党的这个支持率是下降的 那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支持率是上升的 这代表什么呢 你刚刚那个亮哥说 这个赖总统他看不见 还是他不想 就是他的能力各方面有问题 我是觉得回到本心 一个领导者 如果没有办法 清廉 情政 爱民 爱乡土 其中四个有三个是你自己讲的 你每天坐在那边很开心做总统 这个苦难不用明年才发生 我觉得大家现在开始 就会非常的有感 还好就是说 在你们一片混乱当中 你们制造出来非常多的对立当中 刚刚讲说做青鸟总统 我是觉得他是当总统 真的当得蛮开心 反正现在没事 就拿青鸟出来挡一挡 但是青鸟 青鸟现在也不会随便飞出来 因为实在太热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要回来讲 蓝白在这一次的会期 最后结束的时候 在昨天 其实我昨天到今天 我都还蛮感动的 我说实在 就是说大家回来看 不管你民进党要讲多多 莫名其妙的话 但是最后蓝白还是回到 飞航食物界的 食物上 不管是对新住民也好 对我们的店价审议也好 跟民生相关的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还是实事求是的 把相关的法案把它审出来 包含健保的部分 都是跟大家相关的 大家每天不会一直在关心 你政治上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跟我经济民生相关的每一天 我都很重视 最近地方妈又跟我说 我冷气都不敢吹你知道吗 可是热成这样 因为对他来说 他就是觉得电价很贵 随时要涨 然后常常听到电视说 这跳灯那跳灯 然后又跟我们说没有缺电 可是你就给我们涨电价 你知道这些民生的问题才是地方上面 真正民众关心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 你不要再继续做你的美丽的总统梦 你要怎样做总统 是要做事 要做实事好不好 因为刚好现在 刚好讲到这个 中心建堂的三军一队的官兵 从15号开始改在户外民主大道操演 你光看这样我都觉得热死人了 台北市艳阳高照的情况之下 其实引发很多批评 还有一些心疼的声音 那国防部表示 要成为合格的一队官兵 在验收的时候要完成耐热训练 那最后很网友说 是耐热训练还是耐热实验 每周基础训练也包含了耐热训练 所以三军一队的官兵执行相关请务 是没有问题的 那在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的这个 马文军委员 他就说民进党和国防部 不要再算这些小心思好不好 应该让一队官兵回同项大厅操演 要不然直接撤掉一队 就放过这些定兄们吧 那这个何启胜 启胜哥说 一队官兵一到户外操演的第一天 他看到了 就出现了平衡不稳 而且节拍失准的问题 他说官兵究竟犯了什么错 要接受这无谓的酷刑惩罚 好那我刚提到了这个帅化名 帅杨军说 耐热训练根本就是 勉强挤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意义啦 所以直接取消算了 反正从中到尾只是为了去讲话 好那现在这一切就为了意识形态 就会搞成这个样子 亮哥 这个 我们这里有一个规定 叫做这个国军 叫做在夏天室外温度超过32度 那必须要到室内或室外阴凉通风处操客 那我不知道这个 因为坦白说啦 这个中正纪念堂的卫兵 我们以前就是陆战队啦 我实际上就是这个叫仪队联 我以前就是他们的那个叫腰动腰营 我就是营补给官 所以这个是归我管 你管的 陆战队仪队他出操他也有温度的规定 有吧 那这几天这种高温应该不行 这种高温怎么可能这样 这样有没有违反你自己的规定 他一次这个操演要15分钟 不是啊 因为他真的有这个规定啊 就是室外操客 要集中编组方式辅导 气温达32度 相对湿度80%以上 就要改到室外阴凉处 这是规定啊 那你这个动作你有违反规定吗 今天我们不要讲体感温度啦 那个室外温度一定有35度的 这就违规了啊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国防部在干嘛 这个国防部在顾力凶 这样 顾力凶 哈哈哈哈 不啦这个 这个实在是难以想象啦 而且我居然各国的那个 室外的操练 也没有那么勉强的啦 比如说你去英国 常常会跟那个彪兵在那边合照 对 他们也不可能在炎热的天际那边搞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莫名其妙啦 这个国防部也失职啦 国防部并没有 如果这个不是操科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要用什么来规定 那既然还好意思说是耐热操练 这胡说八道 我跟你讲 他们能够到中正纪念堂来占这个标兵啊 就已经通过审查了 因为我们自己一对联有那个考核的标准 那会被派到台北 就是已经过关了啦 对 就是这样啊 那结果你在那边讲说什么耐热训练 就瞎掰嘛 所以这个政府就已经乱了套啦 那顾立雄就是在玩意识形态嘛 是 因为他 他这个去军营查了一下 两百多个讲公同向他不敢拆嘛 所以就来这边 弄这个 搞这个啊 中正纪念堂也给大家看啊 他怕拆的话引起反弹也太大 是啊 移来户外 是啊 这个毫无意义嘛 这个 哪有人这样移到户外 你也可以说是移到某个地方 然后天气许可就出来表演给大家看啊 就这样啊 不可思议啦 这个看到这个世界 嗯 蔡委员 我只能叹口气啊 我看出来了 照道理 一个新的国防部长 要想的脑袋是装说 如何在有限的资源底下 去提升这个我们国军的战力 去提升我们国军弟兄们的待遇 这才是该想的不是吗 对 怎么会想说 不能帮蒋中正占纲 他想的是这个东西 然后又掰了一个耐热训练 那我们国军里面的教育就是说 蒋中正是建军之父 蒋介石是国军的建军之父 不是吗 不然这个军队是谁建立的 陈水扁吗 还有李登辉 不是吧 还蔡英文 还是说现在是三军总是建军 每一个军队都有建军的一个历史 一个规范嘛 美国人都会说他们的军队是华盛顿建军的 所以很多的军校门口就有个那个穿着那种 那种什么殖民地时代衣服的那个这个华盛顿啊 这个顶多再有几个战争的英雄而已啊 不会去摆什么现任的什么总统的铜像啊 有现任总统的照片在某些地方 不会有现任总统的铜像啊 那仪队是一样啊 这个美国如果是有什么仪队是在那个什么林肯纪念堂啊 因为他是战争英雄嘛 然后在华盛顿纪念碑嘛 对不对 这个你去弄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意义啊 一个军队没有了历史就没有了灵魂 一个军队不是保全 不是保全公司你可以随便开 说好我们现在台独军跟以前一切两断 那你就宣布台独吧 那打一仗看谁是英雄啊 活下来是英雄啊 死了是狗熊嘛 乌克兰不是这样子嘛 所以整天搞这种小动作 然后让这些士兵在那种大乐天底下 要不要 孤立雄 你也去大乐天哦 去那边练习正部看看 好不好 然后代副部长啊 你们一起去嘛 对不对 然后让我们振奋一下 说我们的国王部长身先士足 而不是躲在冷气房 哎呀 这个国王部是这样运作 实在是 我才相信 原来还没有洗敌人心 就赶快洗得满头汗了 我觉得很无聊 这是有个无聊透顶 这个不晓得干什么 还在什么热处理还是热训练 我讲 宜队本来就不是作战用的 宜队你要用的所谓的作战能力 那要求就太好笑了 因为宜队穿仗能够打仗吗 这还有小吗 而且他表演他也可以选择 3点半以后再 对啊我就说时间 就天气 莫名其妙 本来就应该在冷气空间里面表演嘛 这是很正常的事啊 有时候不对 对不对 要不要做大游行 还要故意跑到中正这个 他是要求很多人 不要聚集在中正纪念堂里面 那个铜像前面啊 对独派看得很碍眼啊 可是你在外面看观看的这些观众 也很折磨耶 我要不客气跟独派讲几句话啦 第一个 如果没有蒋介石当时军队到台湾 你有什么独派 你有什么本钱 你有什么行情好独啊 所以大陆上很多人说 蒋介石台独之父 这很讽刺 可是也不能说不符合事实啊 虽然蒋介石自己不主张台独啊 但他庇护了台独啊 有一个台独发展的空间 虽然蒋介石跟台独分子的意识形态 是冲突很大 台独分子很痛恨蒋介石啊 什么独裁啊 什么讲的一大堆 问题是没有蒋介石在台湾来经营 你有独立的机会吗 我们现在倒是喊毛泽东万岁了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我不要跟我讲到屁话 那个都是乱讲的 乱讲没什么意义 历史就是这样子啊 不然你怎么退 那好 蒋介石经营一下来 几十年下来 有点的小资产 你就开始什么呀 要咬奶头啦 对不对 蒋介石要抛弃 你要抛弃也没什么意见 我对蒋介石印象也普普而已啊 可是你要知道 你拿军队来开玩笑 我说不客气一点 你台独就是靠这些军队来保护 这些军队里面 这个意识形态 这个产生混乱 历史产生混乱 历史产生混乱 就会意识形态产生混乱 意识形态产生混乱的话 作战枪口向谁还很难讲 我跟你讲 我警告你们台独分子 艳阳高照之下 还要在这个中正纪念堂的户外民主大道进行操演 我想先看一下投票好不好 这个请导播给我看一下 我们投票一个小时已经将近7000人来投了 中正纪念堂一队撤出大厅进行烈日操演 你觉得民党政府是要 这个人数又往上增加了 65%人认为这根本就是在整人整死弟兄 32%人认为是转型正义要对台派交代 3%的人觉得是耐热训练成果验收 第二个小时节目来宾 除了蔡振元委员跟我们继续讨论之外 也欢迎视频论员波基黄鸣 大家午安 还有谢寒冰冰哥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冰哥就是这一题 你也觉得在整人吗 因为在聊天室里面 65%人就觉得这搞什么鬼 这就是在整人整我们的国君定兄 不是你今天告诉我说 把这些一队人撤出来 撤到外面的广场就代表转行政议 请问一下到底转了什么行政的什么议 我也不懂 我不晓得他还是一样要做同样的事情 只是换在大太阳底下做 是怎样 因为我们去折磨这些阿兵哥 就代表转型了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懂这是哪一国的转型 是转成酷型是吧 这是哪一种转型方式 老讲还是那个铜像也一样在里头啊 又没有变 没变啊 以前是在他身边 现在是在大门口 那表示比 如果以理法来讲 表示你对他更尊敬 现在连在他面前操业 你都不敢要退到外面去 是这种简直是不是 不是吗 这表示他已经 你已经把神格化变皇帝了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到底是哪一国的规矩 我都搞不懂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这些独派脑袋有动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转型这些 你真的觉得老讲的铜像那么碍眼 把它拆了嘛 对啊 就这么简单 你就拆了 你刚刚把他扔哪扔啊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你们不敢做喔 那既然不敢做就不要动嘛 多一动不如少一动嘛 你现在弄了这个东西 其实在我看来 完全没有让大家觉得说 蒋介石因为这样被冷落 嗯 因为那些观光客也都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对 不然这里为什么会有 会有一队在那边演出 如果你 你好歹至少 你如果真的想要灭一下老讲的威风的话 那就让这些 弟兄不要这么辛苦 把它撤了就好了嘛 就不要再做这些表演了 你为了观光客又舍不得 所以到最后活该倒霉 就是这些弟兄就是了 我告诉你啦 什么耐热训练 耐热你的头啦 耐热训练就是他们当初在选这些兵的时候 看哪几个站在太阳底下不会倒 就是这样而已啊 他们自己 我看YouTube上都有影片 他们当初在测试的时候 训练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大太阳底下 要站一个小时 不准倒 那能够撑过去的就是通过耐热训练 这哪是什么训练 这基本上我老会讲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看谁体质比较好 谁比较耐热 就是这样而已 这跟训练有什么关系啊 而且我必须要提醒 这些部队的长官喔 他那天能够通过这个测试 并不代表他每天都可以通过 这是两回事 因为每天的温度也都不一样 而且我说真的啦 你当你在部队内部训练 跟外面有一堆人在看 那是完全两回事喔 对 所以 你们都没有当过基本的兵吗 不然你们到底是怎么升长官的 我都不知道 你们都不知道这跟训练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吗 启正哥为什么今天说他们会失准 因为第一个你场地换了 他们看基线做动作 其实本来就会有所不同 第二个 这种天气你大宗委去站站看啊 你不要说做这些动作 我光站在那边站10分钟 我就快死了 我不用10分钟 我连上个计程车站那一下 我就受不了 我今天坐一台计程车 隔二纸贴的没很厚 我的手臂我一直觉得好烫 是吧 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想想看他们穿个大礼服 在那个地方 还要维持这123木头人的动作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 奇怪的是怎样 这些小孩子是别人生了 所以死了活该 是吗 到底为什么理由要去这样折磨他 我都不懂 而且他完全没有发挥任何一个 独派想要的意义啊 完全没有啊 不然好歹 我跟你讲 你们真的话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 这些兵还是让他们回去里头 然后呢每个帽子站 给他贴个台湾国 这样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这样达到你们的目的 OK的 反正对观光客来讲 我就来看人家表演啊 随便你高音上面贴什么 就贴什么 无所谓 不要这样去折磨人 如果真的那么讨厌同向 拜托 你赶快把它撤走 高兴放哪放哪 把它融起来 去拿去做兵器 还是学请死亡弄个十二斤人 也无所谓 随便你 对啊 你高音怎么弄怎么弄 但是不要去折磨活生生的人 老讲 老讲 怎么样跟我根本没关系 我也不在乎 但是 我奉劝独派 你们要做什么事情 就直接去做 针对那个目标去做 不要老是用这种迂回的方式 这边转过来那边转过去 就要害死大家 不要忘记 现在这一队 这些人可不是当年的外省老兵啊 这些都是现在台湾人自己的子弟啊 你们为了去羞辱老讲 然后折磨自己的子弟 这是哪一国的心态 对不对 这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子弟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不要再搞这种无聊的事情 我真的希望这个赶快撤掉 要么就是 让他们回去吹冷气 要么就干脆把整个仪式撤掉 不要再弄 好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立法院 立法院的昨天是第一会期的最后一天 朝野呢 挑灯夜战 都在清仓法案 在凌晨的时候 我们看到韩国瑜发文了 他说 立法院因为这一届三党不过半 又几乎有一半是新进立委 难免碰撞磨合 但在关键时刻 却也看到团结合作温暖的一面 总共通过了55个议案 包括保障人民权益打击诈骗 保护海洋生态等等 相当不错的成绩单 体现了中华民国民主的可贵力量 所以第一会期下课 好我们来看看昨天立法院三读通过 NCC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蓝营以52票对上令51票 民众党这个部分是没有投票的 删除了NCC委员的外年条款 也就是说改成以后委员任期4年 就只能够连任一次 做满8年不得连任 因为原来的法规是NCC 新的NCC委员在还没有经过立法院同意 导致出缺的时候 现任委员可以延任 我们之前有讨论到嘛 现在不行了 因为三读的新法条 已经删除这个条款 首当其冲的他得走 走定吧 陈耀祥主委好不好 因为他在7月底任期届满 即将卸任 等于8月1号开始 NCC将只剩三位委员 好那所以之前呢 一度有这个什么有些电视大佬 介入说要留人的翁伯中 有没有他现在也得离开了 好当时他甚至还说 如果没有同意的话 导致iPhone15没有办法再台 iPhone16是不是 没有办法再台上市 好那这个 可是现在就是包括了 这个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说这一次呢 等于是删除了这个 NCC委员的万年条款之后 好那资深媒体人 即不演了新闻台也说 走入历史了 不管新委员是否通过审查 旧的委员你任期到了你就得滚 新任委员如果迟迟没有通过审查 任期也不会遞延 好那他说原本觉得难度很高 但第一会期就做到了下个会期审查 NCC人事同意权会有好戏可看 好我们看第二会期什么时候 9月1号报到 所以波基这一次国民党成功的这个修改了组织法之后 新委员的人选的攻防战即将要登场了 就是接下来的重点 其实我先补充一下前面那个中正纪念堂 我刚刚觉得你好像很想讲 因为你刚刚一直盯着那个画面看 我相信应该自己会讲 大家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的一对不是为了一对而一对 是为了表演而一对 他的客群是现场的观众 是吧 热的是这些观众 我刚刚就讲嘛 观众也很折磨 对啊观光客你看那个那么晒 如果原本是在室内 通常只有在以前升降期才会走到室外 然后呢通常在里面超越 然后你看人家去拍影片啊什么的 都比较这个自在嘛 舒服嘛 对啊那其实最后会导致观光客在这个时间点不愿意去 对 那他们就去找那个可能太阳已经下山了才去 那对这个一个观光景点来讲的 那个效益就会降低啦 其实我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一点 好回到立法院喔 那立法院当然这一次其实 我觉得韩院长在最后三天老实说 也是很辛苦啦 那个辛苦是在于喔 其实 各党团都有一个默契 就是这个会期打打杀杀的太 太 就是说通过的法案都太政治性了 需要一些告诉民众我们立法院 有做事情的法案来通过 所以呢赶快把一些什么打炸的啦 或什么的这些 包括行政院也支持喔 这个各党团也没有什么太大意见 赶快先过 那当然有一些比较政治敏感度的 这个国民党喔 比如说有一些跟民生有关 但是已经被贴上比如说 这个什么前坑的喔 那个什么花东快的 改成主决议喔 比如说让这个赖清德跳票的 那个健保点值的 改成主决议 就是我不要让你行政部门为难 但是我要凸显你有问题 那当然这个都是政治攻防的策略 但是整体来讲立法院 在这个会期最后三天 从上礼拜五到礼拜一到礼拜二 这个最后三天的表现我觉得 算比较顺畅啦 大部分的法案都比较 能够就是顺顺的这样过 那少数的一些有争议的部分 来做表决 所以表决次数没有很多啊 昨天了不起大概十来次啊 那 这个几十次的这个表决次数 在以一个最后一天的这个 挑战依然不算多 而且主要都集中在那个最后一个 所谓的新住民基本法上面 那当然有一些 昨天当然有一些这个 比较政治敏感度高的 比如说国情报告啦 比如说像NCC委员 这个都是属于政治性比较强的意案 那NCC委员这个部分 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 好iPhone16要上市了 到时候台湾买不买得到 我觉得我跟你讲 在野党喔 一定要撑到iPhone16上市之后 再来审 为什么 他们就是你要戳破民进党的谎言啊 你说哎 这个没有NCC委员这个NCC空转 然后iPhone无法上市 我们就来看 你敢不敢不让iPhone上市 我们就来看 iPhone16就说9月要上市啊 所以到时候9月开始审嘛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个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戳破这些虾 胡言乱语的官员的这种谎话 把它戳破 对 好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这个所谓的万年条款 本来就是不合理的 就是说认 既然就叫任期制 那因为他有一个叫交错任期 就是他七个委员 三个跟 有三位跟其中四位 他们的任期是交错的 就不会有同时 七个人都缺席的状况 理论上不会 除非今天 两次的人事提名通通被瘫痪 但这个难度很低啊 难度很高 可能性很低 但 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接下来 剩下这三位的委员 你说三位委员可不可以开委员会 我觉得还是可以啊 还是可以 就是那个叫做代理主委的概念嘛 他们就只是代行就 大部 重要的议题等新委员来 再处理 但是例行性的行政事务 就透过这样的机制处理就好了 所以 我觉得这个不是大问题 因为任期制的概念就是说 你要透过立法院授权给你的任期 那为什么原本的法令 当然原本是说防空转 怕立法院瘫痪了之后 你这个接不上去 所以你可以不断的这个 这个延任 那理论上其实应该这样 比较良好的逻辑应该是说 我们的国会跟NCC的这个 这个同意权的这个默契里面 会有一种 行政部门很努力的提出 国会会愿意通过的人选 这样国会在审查的过程 比如说如果今天你是民进党多数 那你爱提谁提谁 那今天是在野党多数的时候 你要提不是那么色彩这个很重的 或者说这个不是你执政党 只听执政党话的人进去 就是这个叫做态度的转变 但现在我们这四个 四个这个名单出来 有这样的现象吗 看不太出来 尤其像翁伯中 直接从副主委变成主委 尤其还是一个经过 一个他们党内自己的争执 本来不是翁伯中 后来才突然把一个人拉下来 那这个过程里面 这样的政治角力 所以我说这一次的审查 本来就应该搁置 本来就应该搁置 因为是承见人体的人 对 而且一直到七月份 卓东台说对我们愿意承受 那理论上奇怪了 那这个是到底是 这个又有一个所谓的交接窗口的问题吗 到底这个行政院是新的行政院 还是旧的行政院 好你新的行政愿愿意承受 那立法院再来讨论我们要什么审 那现在当然会期中已经结束了 那看第一个是说临时会 国民党 比如说民进党会有所求 希望能够审这个NCC的人事权 那在野党要不要接受 今天既然这个法过了 那要不要愿意在这个NCC 把人事同意权的审查 放在临时会里面去做审查 这是一个选项 这样子 或是说到临时会只审查 不投票 等到开议再投票 都有可能 有各式各样 或者说开议后再审查再投票 这都可以 但整体来讲 我认为这个案子 它有它修法的必要 那在野党也透过优势 就是说你看只差一票 对 为什么因为 政府院长没有投票 所以就是只差一票的状况下 这个把这样的条文通过 那当然接下来你当然还是得看 搞不好行政院又提复义 对不对 然后呢 又提这个视线 有可能 不是没有可能 昨天他们 他们说你看只差一票而已 搞不好我们复义一下有机会 怎么样的 当然我说现在立法院很多比较政治 政治议题 比较强的这种议题 这种法案 可能都会面临到这个 走这个所谓的宪政啊 复义啊这种比较政治对立的模式 但是比如说你这样打炸 比如说像 呃这个一些这种所谓民生的法案 大家不会有意见啦 嗯 所以我想韩院长最后三天很努力的 把政治议题拖到最后处理 那要表决就表决 那能够有没 大家就是说已经有共识的部分 民生法案赶快过 我想这个是全民之福 但有一个很重要 我觉得韩院长他 呃也要试图去 因为你知道当今天是那个叫做大堆头 一堆的法案通过的时候 媒体曝光就是这会东一块西一块 那一天就结束了 对 所以事实上如果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法案 我是觉得包括在野党 如果这是在野党主推的法案 好好的告诉民众说 这一波立法通过的法案里面 有哪些是对民众民生议题影响比较大的 也好好的去论述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